待在室内导致斑点 皱纹 沙走 大家好 我是梁红 做好护肤的最后一个步骤很重要 今天继续来解答大家对于防晒防护的一些误解和注意思想 梁医生 上次说户外活动要防晒 那我不出门是不是就不用涂防晒霜了 很多人都会有你这样的误解 咱们在室内确实不用涂高倍速的防晒霜 但是不要以为待在室内 你的皮肤就很安全了 因为还有通过窗户玻璃穿透进来的部分光线 它也会伤害到我们的皮肤 导致斑点 皱纹 可以说是隐形杀皱 更何况还有无处不在的环境空气污染 那么长时间的热光灯的照射 包括我们常用的电脑屏幕的辐射等等 也可能导致皮肤粗糙甚至引起皮肤的敏感 所以就算是在室内 皮肤也是需要隔离防护的 梁医生 隔离防护类的产品 在选择和使用上有什么讲究吗 室内的隔离防护 我建议大家还是直接选择这款 麦吉利的清透隔离防护露 它可以在护肤的最后一步试用 既可以起到防护隔离外界张空气 胭脂的作用 又可以提亮肤色 让我们呈现一种自然淡裸妆的效果 也可以作为妆前打底用 质地上比较轻薄贴 透气也会容易 其中还有的红颈天体群和透明脂酸钠等成分 也能够让我们的皮肤更加的保湿 令妆容更加的纸贴持久 同时还能隔离彩妆对皮肤的伤害 特别是办公室的白领 每天化妆面对电脑皮肤 这款麦吉利清透隔离防护 一定不能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